这种人不能靠体制内的方法 只能靠自己 台湾原创电视剧 人选知人 照浪者的一句经典台词 我们不要这样算了好不好 似乎让台湾各界的性骚受害者 勇敢站出来发声 而在中国的微博上 也有网友整理台湾这次 MeToo事件的发酵经过 从政坛 演艺圈 学界 体育界各个案例 到台湾立法院预计提出修法来应对 相关讨论引起中国网友疯狂转发 并标记朋友圈复制文字 这个作品在这儿被禁了丝毫不意外 想到我们的MeToo运动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也有中国网友在下面感慨留言 短短一段时间 台湾已经从MeToo运动走到了立法程序 那我们呢 性骚扰我们也有 但被指控性骚扰的民意候选人退选 演员退圈 涉事主管辞职 推动立法完善 我们没有 转过头看内地性侵未成年案件 无法引起足够关注 说好的法治建设呢 有一百个情妇的共产党高官 基本每两三年有出一个 一百个神妇就是一百几性侵案件 面对权力者这些女人 完全没有抵抗的 只能给她当情妇以外 没有任何的选择 有的女生她明明家里有老公 不得不离婚给她当情妇 如果说中国是民进党执政 你想这一百几案报个案以后 十个总统也辞职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根本不是制度不同 根本不是什么精英治国 就是一群流亡治国 迷途运动也曾在2018年 吹进中国 不过在事件发酵后 中共网络审查机构 迅速屏蔽了社群标签和关键字 而中国女记者黄雪芹 在多次协助性骚和性侵被害者发声后 甚至在2021年遭到当局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 至今下落不明 另外一起广为人知的事件 是中国网球女将彭帅 2021年11月在微博上发文 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 在中共官方持续压制消息下 彭帅不仅离开网谈宣布退休 也只能在特定场合露脸 必谈此事 事件因此不了了之 新唐野台电视陈辉莫唐杰安 整理报道